你给宝宝吃土豆腐蚀了吗?如果还没有,你可能还不知道土豆的营养。 土豆可以做成美味的蔬菜,也可以作为主食食用。 土豆马铃薯是所有粮食作物中维生素含量最全的。 其含量相当于胡萝卜的两倍,大白菜的三倍,干蟹的四倍,一族维生素更是苹果的四倍。 特别是土豆中含有喝苦类粮食,所没有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。 其所含的维生素C是苹果的十倍,且耐加热。 宝宝腐蚀添加土豆也是好处多多,别让了给宝宝添加。 下面来看看土豆的营养价值。 你土豆快晶含有大量的淀粉,而土豆蛋白质营养价值高,容易消化、吸收。 由于其他作物的蛋白质,而且土豆中的蛋白质含有18种氨基酸,包括人体不能合成的各种必需氨基酸。 在土豆快晶含有多种维生素和无基盐,特别是维生素C可防止坏血病,刺激脏血性能等。 在日常吃的大米,白面中是没有的,而土豆可提供大量的维生素C。 此土豆快晶中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,并含有丰富的甲盐,属于碱性食品,还能帮助带走一些身体里的油脂和垃圾。 具有一定的通便排毒作用,无土豆的快晶还含有和古类粮食中,所没有阿胡萝卜足和碳块血酸。 土豆马铃薯的营养这么丰富,好处这么多,是不是也想给宝宝做成辅食呢? 那接下来,就推荐给宝妈们土豆的几种辅食食谱,可以尝试做给宝宝吃。 一,土豆泥米粉六个月以上宝宝。 一,土豆去皮切块。 二,切好的土豆放入锅中蒸熟或煮熟。 三,蒸好的土豆放入碗中,加入少量的温水,用勺子或研磨碗压成泥。 四,冲泡好饱饱米粉,把土豆泥放入米粉中,搅拌均匀。 二,苹果土豆泥六个月以上宝宝。 一,土豆和苹果洗进去皮切块,放入锅中蒸熟或煮熟。 二,把土豆和苹果用研磨碗,或用勺子压成泥。 一,三,搅拌均匀就可以给宝宝使用了。 四,也可以把苹果换成其他的水果或者蔬菜。 三,土豆南瓜猪肉粥,八个月一生宝宝。 一,大米熬成粥。 二,南瓜和土豆洗净切小块,放入锅中蒸熟。 三,猪肉切成小块,满水入锅,放入鸡片加巨星,煮熟。 四,把熟的猪肉,南瓜和土豆放入料理机中打成米。 五,打好的肉米放入熬好的米粥中,搅拌均匀。 六,又营养又好消化的土豆南瓜猪肉粥,就可以给宝宝使用了。 七,也可以把南瓜换成其他的蔬菜,比如芹菜,菠菜等。 四,奶香西兰花土豆咪,那个月一生宝宝。 一,土豆洗净取皮,切成小块,放入锅中蒸熟。 二,西兰花洗净在锅中用热水焯熟,切成小块。 三,西兰花和土豆放入料理机中,倒入冲泡好的奶粉,一起搅打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